据最新消息 乌克兰已经遭受第二波空袭 基辅 奥德萨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昨天才打完 今天又打 俄罗斯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有仇必报 这样的结果在克里米亚大桥爆炸的那一刻 就已经难以避免了 而从普京认定事件是乌克兰所为的时候开始 俄军的报复就在路上了 就像普京说的 俄罗斯必然会反击乌克兰偷袭俄领土的行为 也像梅德威杰夫说的 昨天的空袭只是第一级 现在是空袭基辅第二级来了 接下来难免还会有更多级 既然是空袭打击 俄罗斯为什么不一次性打个够 为何一定要每天空袭一次分着批次来呢 这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俄罗斯不打算一次性把力气全都使出去 因为俄罗斯也清楚 乌克兰危机不会那么快停止 所以俄罗斯干脆就打打停停 这样产生的威慑力更大 乌克兰也不知道俄罗斯什么时候会再次空袭 不排除第二波空袭过后 以后还会有第三波第四波 其次是俄罗斯 有意以这种方式展现其军事实力 俄罗斯军事学博士西夫科夫 在评论俄军空袭时指出 俄罗斯有足够多的导弹 接下来要打随时还可以打 这一次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 表面上看声势浩大 但从兴致来看仍然是在示威 俄罗斯要告诉乌克兰 俄军的导弹管构 如果还有下次 那么乌克兰各个决策中心同样也要挨诈 而和第一波空袭 主要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不同 俄罗斯再次空袭 可能是对美西方国家发出的严厉警告信号 因为在第一波空袭发生以后 泽连斯基就迅速指责俄罗斯要抹平乌克兰 并要求七国集团开会讨论援助 泽连斯基还和拜登通电话 拜登声称要让俄罗斯付出代价 并承诺将给乌克兰提供先进防空武器 美西方这种推动事态升级的意图 是极为危险的 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已经明确警告指出 美国及其盟友一而在 再而三地向基辅提供武器 这已经逐渐触及莫斯科的红线了 安东诺夫要求美西方停止此类行为 否则冲突将会继续 安东诺夫还再次指控美国是冲突参与方 并认为局势可能升级 俄罗斯和北约有可能擦枪走火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也发出严肃警告 指出随着美欧不断卷入争端 局势正变得失控危险 俄罗斯不得不考虑可能的对等反制措施 事情到这一步 其实已经是相当危险了 俄罗斯的持续空袭 已经不仅仅是在警告乌克兰 而且也是在警告美国和北约 但愿各方能够保持冷静 希望乌克兰危机尽快得到和平解决吧 但是在美国导演的剧本中 俄乌战争一直会延续到2024年5月左右 2023年美联储会继续加息 一直到4.6%甚至逼近5% 持续开展对全球的收割 从2024年5月份开始 美国会开始降息放水 俄乌冲突是配合美联储的重要核心剧本之一 乌东四周是归属于俄罗斯还是乌克兰 美国根本就不在乎 在乌东地区长期维持低烈度的可控战争 才是美国所需要的通过这样的战争 一方面配合美联储的加息收割 一方面加紧对欧洲的控制 一方面在军工、能源、金融三大领域 实现全面丰收 这才是目标 不得不说 美国完全有能力来操控俄乌战争的局势 美国并不希望俄罗斯或乌克兰 一方取得完全的胜利 而是长期处于一种军事的状态 不死不休 长期缠斗 俄乌战争爆发到今天 把所有的反坦克导弹 多管火箭炮等全部加一起 美国援助乌克兰 也就是花了170亿美元不到 这对比二战期间 美国动真格的援助法案 对英国和对苏联的援助 别说用了权力 甚至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怪就怪俄罗斯太拉胯 意志不坚定 财力不足 科技落后 内部不统一 北约集团现在仅仅用了大约不到两成的功力 就包下了俄罗斯全球第二军事强国的外衣 陷入了战争的泥潭 所以美国信心满满 它完全有能力来操控俄乌战争的整体走势 来增加全球的不安定局势 全力收割欧洲 它不需要乌克兰打得不顺利 如果打得不顺利 美国只需要加强军援的力度 它也不需要乌克兰打得太顺利 否则会把俄罗斯逼急了会让战争失控 如果乌克兰打得太顺利 它就会削弱对乌克兰的援助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如果说有不可控的因素 那就是泽连斯基 因为他已经不甘心于做一个营地 不甘心做美国的提线木偶 他想真的丰盛 从俄乌战争二月份爆发到今天 乌克兰和德国无疑是最大的输家 但泽连斯基个人来说 却是最大的赢家 无论从国际声望 还是个人收益上来说 任何一场国际会议 少了泽连斯基马上就会掉价 澳洲的政客们 如果不到基辅拜访泽连斯基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 共同的价值观的捍卫者 到现在泽连斯基已经飘了 他不仅仅想收回乌东四周 还想拿回克里米亚 借助美西方集团实现完全的胜利 在俄乌战争之前 乌克兰没有任何的国际威望 根本没人在乎 可是大炮一响 泽连斯基万万没有想到 澳洲所有的政客都匍匐在他的脚下 乌克兰似乎成为了 美西方世界的中心与关注的焦点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批判 欧洲各国的总统政要 这真的是太美好了 如果泽连斯基真的拿回了克里米亚 他将成为美西方集团 当之无愧的圣人 声望和荣誉将远远地盖过美国总统 那个时候是美西方价值观的完全胜利 而他是当之无愧的美国价值观的捍卫者 是真正的西方集团的教皇 他的价值将远远超过拜登 泽连斯基非常清楚 现在美国和欧洲对他的援助 要么就是被阉割被限制的武器 要么就是二战后期的库存 美西方集团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没有动真格 他不甘心 所以在最近的两个月 俄罗斯的部分动员还没有发挥效果 如果他拿到全面的援助 在乌东平原上的大反攻将会是半功倍 但是美国不这么想 在俄乌战争中 美国和泽连斯基的利益是有冲突的 美国希望战争处于军事状态 不希望俄罗斯输得太惨 否则真的把俄罗斯逼到墙角 让普京没有了所有的退路 普京大概率会启动核按钮 美国是个生意人 挣钱再多也需要有命花 于是在普京最后一次发出动用一切手段的威胁后 美国的态度有了一些明显的转变 不仅在一些大的媒体上频频发文 表示可以谈判 甚至在10月4日 美俄重启红色电话 什么是红色电话 红色电话 是美苏在冷战时期 为了避免战略误判 防止擦枪走火而引发核战争 建立起的一种危机沟通机制 最早出现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 正是这种机制在当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世界的安全具有深远的意义 有了红色电话 美俄保持沟通 战争局势就永远处于可控状态 看到美俄红色电话开通 泽连斯基心里发了毛 现在打仗都打到这份上了 他的总后台居然和俄罗斯勾肩搭配 你说他能不慌吗 现在最不希望战争出现和解的人 就是泽连斯基 俄罗斯最多使用战术和武器 一旦这一幕发生 美俄之间都没有退路了 美国也不敢轻易妥协 否则颜面尽失 只能开足马力支持乌克兰 到时候泽连斯基收回克里米亚 自己继续成为美西方集团的中心 希望是非常大的 即使普京使用战术和武器 死的都是乌克兰的士兵 和泽连斯基有什么关系呢 泽连斯基现在最怕的就是 美俄私下把自己给卖了 于是轰的一声 把克兹大桥给炸了 这给俄罗斯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桥炸了 看到这一幕美国也很猛逼了 俄罗斯很愤怒 其实现在它没有太多的想法 只想建好旧收 拿到乌东四周 就是一个很好的台阶了 足够给国内可以交代了 于是颜面尽失的俄罗斯 在10月10日 发动了对基辅等地的 无差别导弹袭击 有点兴玩 第二��� 請去评罗斯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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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